我告诉你啊 以后你要是想吃双汤鱼 你不用担心你鱼片劈不好 今天我来把劈鱼片的详细方法 以及简单的做法 通通的教给你 做双汤鱼最好是用黑鱼 由于黑鱼表面的粘液比较多 劈鱼片容易打滑 我们只是用开水烫去表面的粘液 然后用刀轻轻的刮干净 这样劈鱼片就不会再滑了 先去头 然后沿中间击骨劈开 把鱼排也去掉 用我这个方法 你再也不用担心 你劈不好鱼片了 我们斜刀30度角 将它劈成蝴蝶片 每天都在用心的叫做菜 麻烦你给我一个小红心 鼓励一下吧 非常感谢 劈好的鱼片加盐 葱姜水 料酒 胡椒粉 一个鸡蛋筋抓拌均匀 然后加一勺淀粉抓拌均匀 锁住水分 葱姜蒜小米辣下锅煸香 倒入适量的清水 调味只需要这么一小包 调制好的金酸汤调味酱 其他的任何调料都不需要饭了 这个酱 不管是烧酸汤肥牛还是酸汤鱼 都非常的好吃 很多饭店都在用它 烧开后倒入金蒸菇烫熟 捞出来垫在碗中 然后放入鱼片 小火煮个一分钟就能出锅 是不是很简单 快点去做起来吧